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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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单充电炮加线材372克 这一根线材是12克 充电炮的净重359.5克 凄凉重啊 充电炮的宽度55.2毫米 整体的高度134.2毫米 厚度为35.2毫米 好看确实是好看 亮面的缺点就是容易挂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的规格信息 安克primer12000毫安 移动电源130瓦 电芯容量12000毫安 3x4000 意思就是里面有4颗电芯 锂电池的能量43.2瓦时 额力容量是6600毫安 我们后面会测试 输入功率是23.25安 65瓦 底座的输入功率也是65瓦 也就是配合这个底座的话 输出功率是23.25安 65瓦 总功率不能超过130瓦 安克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制造 这里是3C认证 循环5年 这个循环5年是代表5年内 不会有有毒物质泄露出来 请勿扔向垃圾桶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充电口 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Type-C1口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 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有高通QC3.0 5V 9V 12V 3.6-12V 华为的FCP 18瓦功率 华为的SCP 25瓦功率 三星的AFC也是18瓦功率 绿厂的SVolk协议和Volk协议 这两个都是有的 然后是公版的PT3.0的65瓦协议 点进去一共5个档位 最高是20V 3.25A 然后有一个PBS档位 3.3-11V的3A DCP和Apple 2.4 两个基础协议 现在检测的是Type-C2口的协议 这个充电口协议跟刚刚检测的 C1口的协议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绿厂的SVolk协议和Volk协议 PBS协议也是只有一个3A的 基础功率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来测一下 这个充电宝的快充兼容性 还是先从小米手机开始 Type-C1口可以启动PBS快充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3瓦左右 C2口同样的可以启动PBS快充 真实功率大概也可以跑到23瓦左右 能启动就是很不错的 我们以这个荣耀60来测试 华为的充电兼容性 Type-C1口可以启动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跑到20瓦左右 Type-C2口也是一样的 真实功率也是在20瓦左右 也就是支持的华为的一个公开的 22.5瓦的协议 这部手机为荣耀100 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启动PBS快充 首先是Type-C1口 这个是跟华为的协议起的冲突了 启动的是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也在20瓦左右 Type-C2口也是一样的 受到干扰了啊 它没有办法启动大功率的PBS快充 两个充电口都是走的华为的公办协议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设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兼容怎么样 可惜了啊 Type-C1口显示的是正在充电 实际功率的话 PBS没有启动 功率只有11瓦左右啊 12瓦的样子 Type-C2口也是一样的 没有启动PBS 这个功率始终就是起不来 这部手机是真我13Pro 绿厂的设备 24年下半年以后出的产品 直接启动的是超级闪充 走的SVOLK鞋页 真实功率26瓦左右 C2口也是一样的 超级闪充 SVOLK鞋页 真实功率在26瓦左右 这部是三星的乐透10家 三星的用户看我测试兼容性的话 就看这个快充能不能启动2.0就可以了啊 首先Type-C1口 超快充电2.0开启 真实功率跑到20瓦左右 如果是新款的话 它的功率会更高一点 Type-C2口也是一样的 超快充电2.0 真实功率的话 跟Type-C1口也是差不多的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充电宝自带的电量全部放完 进行5次充方电循环 来详细的测试这个充电宝的能量转换效率 5次充电 全部采用安科自家的140瓦充电器 记录数据的仪表用自详的 这个充电宝第一次充方电已完成 这一次充机具电量是41.07瓦时 充电时间只花了48分钟 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啊 这一次645瓦的功率放的电 一共放出33.90瓦时 放电时间31分钟 全程一次性放完 中间没有停啊 第一次放电过程 咱们监测了一下它表面的温度啊 最高的温度是44.7度 充电时候的温度我没有测 第二次充电的时候我们再测一下 这个充电宝第二次充方电已完成 这一次充机具电量是41.23瓦时 充电时间用了42分钟 非常快啊 这个充电的过程 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46.5度 这个充电的温度也不是很高 这一次15V3A45瓦的功率放的电啊 一共放出35.05瓦时 放电时间46分钟 一次性放完的 这个充电宝第三次充方电已完成 这一次充机具电量是41.51瓦时 充电时间43分钟 这一次放电咱们是用的12V3A36瓦的功率放的电 一共放出35.52瓦时 放电时间花了一个小时啊 这个充电宝第四次充方电已完成 这一次充机具电量是42.67瓦时 充电时间49分钟 这一次9V3A27瓦的功率进行放的电 一共放出36.96瓦时 放电时间1小时23分钟 这个充电宝第五次充方电已经完成 这一次充机具电量是40.81瓦时 充电时间大概也就是四五十分钟啊 这一次放电我是用的5V3A45瓦的功率 来进行长时间放电的 主要是为了测试它的容量 放出能量值是35.72瓦时 放电时间2小时22分钟 放出的容量一共是7159毫安 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6600毫安 我们放出的容量是7100多毫安 多了500多很正常啊 证明这个充电宝也不存在虚标 这个充电宝五次充方电的数据出来了 按照我实际的充方电测试出来 它的能量转化效率平均下来为85.8% 这个效率非常高啊 充电宝本身额定的能量值是43.2瓦时 按照这个能量值来换算出来 它的平均的转化效率也可以高达82% 非常不错的一个转化效率 我们现在对这个充电宝进行自充 采集它的自充曲线图 充电宝显示的49.7瓦 这边显示的是48.9瓦 一瓦的误差也算是属于正常的范围 这个充电宝自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6分钟为预充电阶段 它的功率只有48瓦多 后面就涨为59瓦的真实功率一直在充电 一共充了37分钟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啊 整个充电时间也就是49分钟 跟我们前面5次充放电循环 时间是一样的 现在这个满电的状态 我们拿两部手机过来充电 这部手机为绿厂的一个设备 我们用它来采集WALK协议的充电数据 这个手机的电池是5200毫安 目前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 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其实功率是24瓦 到18分钟的时候26瓦 然后功率就直接降到21瓦 持续了大概14分钟 后面有一个凹槽 是降到17瓦 充了5-6分钟 然后再涨到22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90%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的完整充电时间是 1小时05分钟 这个就是WALK协议 真实功率只有20多瓦的一个充电效果 充完这部滤厂的设备 还有41%的电量 我们拿一个苹果手机来充电 这部手机是苹果14 目前这个手机是一点点都没有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 这个苹果手机已经充到81%的电量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苹果充电曲线图 一共四个功率阶段 其实功率是10瓦 一分钟充开机 然后涨到20瓦的功率 一共持续了19分钟 后面就是16瓦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7分钟 再就是11瓦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6分钟 然后就是5分钟左右的6瓦的功率 就充到80% 就降为5V的基础功率再充电 这个手机从没有电到80个的电 一共花了52分钟 非常标准的苹果充电时间 充完这部苹果手机 充电宝还剩2%的电量 这样测试下来 它充满一个5000多毫安的安卓手机 再充一个苹果14的手机 充到80%的电 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宝 它的双口功率分配是怎么样做的 还有它会不会断连 然后就是来测试它的文波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显示屏的功能 按一下显示电量 再按一下 就会显示电池的健康度 电池的充电次数 电池的温度 再按一下 就是屏幕亮的时间 持续30秒1分钟 5分钟 30分钟 自己选择 再按一下 高亮度和低亮度自己选择 这就是屏幕的一个功能的简单介绍 我们现在来测试它的双口功率分配 首先我们启动C1口的65瓦 充电宝显示输出60瓦 这边是57瓦 这跟自带的线损挺高的 然后我们再接上C2口 接上的瞬间它是没有断连的 这边的功率也跑到62瓦 两个机器总功率的话大概就是12030瓦 这个功率也不算虚标 这次我们先接上C2口 启动它的65瓦真实功率是62瓦 我们再接上C1口 接上的瞬间 C2口也是不会断连的 C1口就走到了57瓦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平时用来测试文波的两根线材 大家看一下 这边63瓦 这边62瓦 足足的功率 我选用的测试的线材 线主都是非常低的 这就是高线主和低线主的一个明显的区别 刚才是57 现在是63 这个62还是62 总功率130瓦输出是足足的 这么高端的充电宝 配这么廉价的充电线 实在是有点寒心 现在知道咱们要做什么测试吗 我们现在要拉它130瓦的满功率输出 用两个15Ultra的充电宝 这两个充电宝 我同时都设置成了单向输入 同时咱们用两个仪表来监测 它什么时候断电 现在两个表都是60多瓦 总功率也就是130瓦 一直在输入 这个还没等我缓过神来 突然一下子就降到了26瓦 一个25瓦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就知道了 都是在3分30秒左右 直接停了 两个充电口的功率都直接降了一半 总功率是65瓦在输出 充电宝只输出了大概25%的电量 我们再试一次吧 看是不是只有三四分钟的输出 这一次我们同时监测一下它的温度 这是第二次的功率拉载 同样的情况只运行了四分多钟时间 两个口功率都降了一半 它充电曲线图是看得很清楚的 都只有四分钟左右的功率输出 这个时候咱们用热像仪测到它表面的温度 最高的时候是在49.6度 也就是50度左右 它就开启了过温保护 直接把功率降了一半 这样测试下来的话 它的总功率130瓦的输出 只有三四分钟时间 这个值不值 看大家自己怎么去衡量了 我们现在对这个安克A1335它的纹波 来一个详细的测试 两个充电口我们都测试一遍 首先是Type-C一口 5V3A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4.2毫伏 平均纹波11.9毫伏左右 我们用了1毫秒的延时分辨率 9V3A27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6.3毫伏 平均纹波12.7毫伏左右 12V3A36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26.4毫伏 平均纹波23.3毫伏左右 15V3A4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72毫伏 平均纹波66.1毫伏左右 20V3.25A6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38.6毫伏 平均纹波130.6毫伏左右 现在我们来测试C二口的纹波 5V3A1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8毫伏 平均纹波15.6毫伏左右 还是用的1毫秒的延时分泌率 9V3A27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8.9毫伏 平均纹波45.9毫伏 16毫伏左右 12V3A36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35.6毫伏 平均纹波31.7毫伏 15V3A4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87.9毫伏 平均纹波82.2毫伏左右 20V3.25A6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65.5毫伏 平均纹波157.4毫伏左右 各位老铁们 这个Anker Primer A1335充电宝数据 全部都测试出来了 它的协议除了公版PD和小米 还有绿厂的VOK可以很好的支持 其他品牌要PBS快充 就不要想了啊 其他的支持不好 转换效率实测 可以达到很不错的85.8% 单口65瓦 确实是可以持续的 不降功率的输出 这一点非常不错 但是双口总功率 130瓦 只有三四分钟 这个要看大家怎么去用了啊 纹波输出控制水平很一般 最高功率的时候 有165毫伏的纹波输出 我只负责把这个数据 全部给大家测试出来 至于这个产品该怎么选 老铁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后续还有更硬核的拆解 我们会对它的电路和原器线 做详细的剖析 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个产品这么贵 究竟到底值不值了啊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风格的 测试视频的老铁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